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2020年轉眼今天就到了年尾 美國總統選完了 金馬金曲的開獎 Intel第11代處理器也發表了 那我們在家工作時間變長 那出國機會也變少 所以我們今天來開箱一台 可以讓你出差戴著用 在家娛樂也方便的一台超輕薄筆電 它就是DALE INSPIRIT 7400 這台筆電是DALE最新的商務筆電 它採用Intel第11代處理器 那綠色就有16G RAM 有獨顯有Soundable 4的介面 而且它還搭載德國藍音認證的展藍光螢幕 號稱是最不傷眼的工作螢幕 很特別吧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 Let's go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台 DALE INSPIRIT 7400的外觀 一開始我以為它是13吋的筆電 但它其實是14.5吋 在市面上少見的尺寸筆電 因為你看它螢幕的邊框無敵窄 而且非常輕 只有1.25公斤 DALE INSPIRIT 7400 整台材質都是全金屬打造 AC鍵是鋁合金 那D鍵是鋁合金 搭載的是52瓦時的電池 1.259公斤的底蓋 鋁合金堅硬扎實也更可靠 商務筆電呢我們要的就是穩定使用 而且它霧面磨砂的手感 也不容易留下指紋 我用了好幾天都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而且你看後面的轉軸也很巧妙 它做成圓弧造型的LIFT轉軸設計 實際上A鍵的上緣掀開來 剛剛好就會把筆電撐起來 那撐起來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剛好形成好打字的人體工學角度 那第二就是讓筆電多了散熱空間 下方的熱供器也能夠正常的對流 而撐起來的地方它也做了橡膠墊 所以你不用怕刮傷 最妙的是它剛剛好會把螢幕下緣縮到轉軸下 所以我們在使用筆電的時候 會上下左右都對稱 那同時這也是我看過邊框最窄的螢幕 螢幕採用14.5吋的16比10螢幕 那相較於16比9的螢幕 顯示面積會更大 那商用其實比較在意螢幕的上下尺寸 而不是左右寬度 那看文件網頁的時間也會比看影片多 螢幕的上緣有視訊鏡頭 以及正面的收音麥克風 以前可能不重要 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公司都在家上班 那鏡頭就會變得很重要 這台有做了鏡頭的安全開關 可以讓你不用的時候就關起來 以免在家上班的時候 不小心就被看光光 鍵盤是全尺寸的發光鍵盤 亮度可以三段調整 亮的質感很棒 是那種鍵亮的感覺 鍵盤打起來回饋感很Q彈 而且非常安靜 鍵帽搖動也不會晃沒有雜音 整個做工就會讓我覺得沒有脫料 兩側是金屬衝孔的雙立體聲喇叭 聲音會直接往上打到你的耳朵 比很多放在下方 看桌面反射的好很多 TouchPlay有相當靈敏 支援多點觸控 而且我覺得它的大小設計也剛剛好 像我這樣觸控打字 兩隻手掌可以很快速的去切換觸控與鍵盤 減少來回的時間 再來我們看到下面這張貼紙 這就是這台筆電的重點 德國萊茵低藍光認證 那我用了幾天 我真的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因為商戶人士用筆電就是工作 不管你是文書或會計 一次就是看好幾小時盯著看 那普通螢幕雖然也有低藍光模式 可是事實上那只是螢幕調成偏黃而已 也就是軟體低藍光 這台就不一樣 是真正的物理性低藍光 你看喔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其實就是已經是低藍光的狀態 可是它的顏色完全沒有色偏沒有偏黃 而且它的面板規格是8bit 2HD Plus解析度的低藍光螢幕 亮度達300尼特 100%的sRGB 那在外面咖啡店工作你也可以正常觀看 霧面螢幕也不太會有反光的問題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側邊 左邊有AC電源孔 出貨一般附的是65W的併壓器 那再來是HDMI 2.0 USB 3.2 Gen1 那USB-C 而且這一孔USB-C 支援的是最新的Soundable 4的介面 也同時支援USB PD充電 所以你可以把充電器放在家裡 出門帶一個多孔的USB PD來充筆電跟手機 那再來看到右邊 右邊是USB 3.2 Gen1 3.5的耳機孔 以及MicroSD督卡機 那再來我們翻過來 它背面有一大片的散熱孔 四個角落都有橡膠墊支撐 而它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能夠升級SSD 只要你拆下7顆螺絲 就可以把硬碟升級到最高2TB的M.2 SSD 你看它這個設計 所有零組件位置都標示得很清楚 連SSD都用圖案告訴你要怎麼換 非常貼心 那我們也順便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 整台機器的發熱區域 像是CPU、GPU 都集中在上半部靠轉軸的地方 所以手腕去啊 放著我幾乎都不會感覺到熱 長時間使用都會很舒服 那電池採用的是52W的電池容量 如果你需要高續航 也可以改選成78W的大容量電池版本 接下來我們進入效能測試 測試之前我先把規格表列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在續航力的部分我分成兩種 一種是效能全開的模式 大概是4小時 而省電模式大概是多了半小時左右 這個續航力就我自己而言我覺得算夠用 基本上我身上都會帶一顆USB PD的充電器 隨時找插座充電都可以 充電其實也蠻快的 我實測從18%到80%大概花了50分鐘 實際的使用上啊 我拿它用達芬奇17剪輯一個10分鐘的4K影片 輸出轉檔的時間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也蠻夠用的 再來我們來說一下這台筆電的一個特別之處 關於商務應用 它特別內建一套DELL Mobile Connect 這套軟體有點像Mac之於iPhone之間的聯動一樣 只要你手機上裝了App 當你電話響了 筆電上也會跟著響 你可以直接在筆電上接聽電話 聯絡人也會通通秀出來 iPhone跟安卓手機都可以支援 如果你是安卓手機 還可以無線傳輸相片跟影片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一套App 那另外我覺得DELL很棒的一點就是規格很彈性 像處理器可以選i5或i7 注意系統可以改專業版 電池也可以選擇78瓦時的大容量電池 如果你是替老闆買電腦 也可以加購意外險 像是雷集、泡水、摔機 通通都可以幫你修到好 不過因為它本身就是兩年的國際頂級保固 有限定地區 有24小時的電話診斷 工作日到府服務 電池也有一年的保固 一切都很彈性 就看你的預算跟需求要怎麼調配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綜合以上的開箱測試 相信大家對這台 DELL INSPERANT 7400都了解了 它就是一台用料紮實、效能強勁 而且高顏值的輕薄型筆電 雖然它不是最輕的也不是最薄的 可是拿在手中就會覺得 它在當下的技術裡面塞了最緊湊的料件 它給我一種很放心的感覺 而且我特別喜歡它的螢幕 因為我本身眼睛也不太好 黃斑布有問題特別的敏感 可是用這台工作起來真的不會那麼累 買筆電其實要認真注意的地方還不少 買來至少要用三年以上 不能只看CPU RAM這種表面上的規格 還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也不能只看價格 好 以上是今天的開箱介紹 如果大家對這台筆電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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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